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算已经过去一半了 2020年已经剩下不到两个月了 一般到年底都会有各种的节目活动 今天我就跟大家聊聊周深有望参加的三大盛典 首先说到的就是11月24号开始的第29节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那么重点就来了 11月25号将是中国电影金鸡奖的开幕式 而周深将会成为当天的开幕式明星之一 众所周知周深跟电影颇有约念 周深的成名曲大于就是出自于一部电影 之后还演唱了多首的电影歌曲 包括今年的电影《江子牙》 而周深也是频频受邀参加各种的电影节 例如去年的海南国际电影节开幕式 以及今年的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表彰大会 周深还在导协年度表彰大会上申请演唱了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 这首歌曲当时也是引起了不少的热度 接下来就是11月27号的中国歌曲Top排行榜的颁奖典礼了 这个奖项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了 这个排行榜依然是国家级别的榜单 目前中国歌曲Top排行榜仍然在打榜当中 而且截止到11月14号24时 周深依然是暂时问鼎 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年度最受欢迎歌曲和年度最受欢迎影视歌曲三大奖项 希望今年的周深能够在中国歌曲Top排行榜上 收获到满满的奖项 同时我更期待的是周深能够出现在 中国歌曲Top排行榜的颁奖典礼之上 前面看到别人拿电影奖 隔天自己又拿歌曲奖 那还是蛮不错的 最后要说的就是2020亚洲音乐盛典将会在深圳举行 今天的亚洲音乐盛典还是有点小奇怪的 主要是在日期方面吧 我看到的是亚洲音乐盛典是每年的11月29号举行 新浪新闻上面也是备注了11月29号 电视海报上却是11月28号 买票方面是有卖28号的 也是卖29号的 反正我觉得不是29就是28吧 无论是哪一天周深大概率还是会出席在今年的亚洲音乐盛典的 能够看到周深多个舞台就已经很满足了 周深有望参加中国经济百花电影节 中国歌曲Top排行榜的颁奖典礼 以及2020亚洲音乐盛典三大盛会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最终的官宣了 这三大盛会你有最期待哪一个呢 周深谈裸词改变他命运的三个男人 今日令人心动的offer回归上线 其中29岁的丁辉专业不对口 屡历也不够精彩 像极了律师界的打工人 而丁辉为了得到这份工作 更是不惜裸词来面世 面对着海归名叫而来的学生 丁辉此举堪称是背水一战 在此又有多少人能够在儿历之年选择从头开始 且不论最终是否如愿吧 光光是这份勇气就值得我们称赞了 节目录制过程当中 杨天真和萨贝宁也为求职者丁辉捏了一把汗 但是当镜头转强周深的时候 周深言语之间无不透露出了对丁辉求职态度的欣赏 也很希望丁辉能够获得最终的offer 因为曾几何时周深也曾经裸词过 而且是弃一从一 周深透露说当时在医学院的那段日子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快崩溃了 如果我继续那样的生活的话 整个人很有可能会垮掉 于是才有了节目中那一段引发职场人顾名的吹腐之言 裸词某个程度上是在解救自己 此时评论区的官友们又开始热议了 周深有底气裸词还不是因为家里英识吗 周深能够出国留学才裸词的 和普通人能一样吗 唱歌能够唱成这样 谁还想要每天经经夜的上班呢 顺楼花下 评论区里吧 没有一条是对周深深是左深 周深难道真的是一位富二代吗 熟悉几年义务教育的工友们都知道 在国内读不好书 你有三个选择 一个是出国留学 一个是出来接受社会读打 另一个是回家继承亿万家财 此条是没有恶意的 只是身边灵性的例子 请问各位少侠不要对号入座 而周深17岁高考那年 因为出师不力 拒绝了隶属祖国211和985功臣的 双一流大学重庆大学 原因是贵校专业 他不喜欢也不服从调剂 于是他开启了远赴乌克兰的学医生涯 一年预科一年学医 要不说17岁的少年学医图个啥呀 很明显嘛 好就业太平又安稳的幸福人生 这是多少的万千父母口中的 虔诚似井的朝阳职业呀 当然17岁周深并没有料到 这下噩梦的开始 其实呀一位幼小瘦黑的男孩出现在了湖南 邵阳县的一个贫困的家庭 自由呢和姐姐相依为命 由于家庭贫困 父母早早就外出打工 全人家孩子不得不当家 小小年纪周深呢 除了上学还得兼顾到照顾家的职责 洗衣做饭养猪 无不亲力亲为 活成了众多家长眼中勤劳的孩子 在周深上三年级那年 父母在广州谋生找不到出路 不得不全家辗转到贵阳开始新的生活 这次搬迁抵过了孟母三千 一次就击中了音乐课的老师 从此呢一位少年辈被发现了歌唱天赋 可是随着年龄增长了 他的这项天赋 渐渐的不被众人看好了 青春期的时候 本该变身的他 却被命运遗漏了似的 嗓音纤细 有别于身边人的浑厚 加上他的身材还瘦小 很多同学开始对他指指点点了 说他不男不女啊 娘套啊人妖啊等等 这个声音呢 渐渐的传入到了十几岁的周深耳中 这次他敏感的他 对自己产生了疑惑 为什么我们的嗓音和别人不一样呢 他还一度的为了让自己硬气一点 故意的压着嗓子说话 可是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以至于初中三年 他没有在公共场合唱过一首歌 努力的压低了嗓音融入到人群 直到进入到高中之后 他阴差阳错的参加了一个校园歌手大赛 获得了冠军 这次他终于找回了一点自信 但是还没有强调到接受自己的程度 最残酷的是因为身形瘦小 嗓音纤细又是个异国人等原因 解剖客的教授常常勒令他去背干湿 那个班里面除了周深一米六 其他男生呢 各个是人高马大的 在长时间的高压制下 鼓鼓坚持一年的周深 终于放弃了成为百艺天使的期望 转身考上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的学习美声 这一举动影呢 是父母大为不满 直接切断了周深的经济来源 只因为他们认为啊 美声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专业 自此周深开始了半工半读 在这一句窘迫的时刻 他遇上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第一个男人 他是乌克兰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演唱家 周深死缠烂打三个月 教授最终被打动了 开始教他学习美声 教授在教授这个周深的过程当中 也渐渐的转运了自己的态度 不仅在学业上倾囊相受 生活上更是无微不至 完全当作是自己人一样来看待 以至于成名之后 周深也不忘老教授雪中送炭之举 还常常给他邮寄礼物 2014年周深第三届隆重开幕 当时周深还是一名在校的大三学生 其实前两届导演组也曾经邀请过他 但是他以为是诈评电话 而且这一听就像是天枪大饼 两次他都果断拒绝了 第三次导演杨颜说要去机场赌他 周深终于打算来看看 这到底是何妨要念 其实这一次他心软了 中国以来很少人会对他的事这么伤心 这次比赛他一开口就惊论了众人 但是却没有击中娜姐的心 不过这对周深来说算不上有一件坏事 因为这一次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 第二个男人高晓松 有些人离开是为了让你去遇见更好的人 高晓松曾经评价他说 介乎于同生和女生之间的磨音 一个人的唱识班 如果要说一个人对你的爱不是靠说的 而是靠做的 那么高晓松称得上是极致了 高晓松近年来并不高产 但是创作的两首歌曲 玫瑰和小鹿和你都给了周深 要知道我上篇写王寿的时候 他刚给徐心蕾写过蕾 不仅如此 还向了动漫电影大鱼的片方大力推荐 这一唱法便是经营了整个华语乐坛 唱过了许多人 这首歌也让他赢得了事业的巅峰 这次合作完之后 高晓松又自掏腰包 给周深出了一张专辑 要知道在高晓松的音乐生涯中 让他心甘情愿掏腰包的歌手 就只有三个 朴树小柯是前两个 周深就是第三个 后来在高晓松不断的加持之下 周深收获了更多的机会 不管是《魔命创将》里面男扮女装的他 还是《我是歌手》里边 分饰五个角色的他 亦或者是高分综艺 深入人心里边向圣斗士心事的他 都令观众们惊艳不业 可能有些的天生歌者 要么不唱 要么就一唱惊人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